機場的煙也是透過這一條鐵路 去送到台北的貨運車站 就是發展車站去 那所以這一區能夠轉為工業區 也是因為就是有鐵路 第一個有鐵路 鐵路在這邊 然後再來是它用鐵路去運送物資來到這個地方 那台北機場是作為這一區 第一個大型的國家建設 就是國家建設的一個重工業工廠 那接下來才陸續有松山菸廠 對面的台灣機械廠就是台積公司 才開始來到這個地方 那我們的電力機車從前面進來之後 就是會開始進到真的火力工廠 在更早之前1935將來的時候 這個地方主要在比如說蒸汽火車 那為什麼蒸汽火車會獨立的區域 它發別的難關 前面這個就是蒸汽火車的火力 那其實這個鍋爐就大概在 破掉這個煤車跟水車 煤水車之外 你看這個鍋爐其實就佔了整個 根據我這個機械大概 一塊一半 一半以上 那這個一半以上的這個鍋爐呢 所以 然後鍋爐下面才會有 才有車輪 大的車輪 它比我的人還高一點的 一個車輪 跟它的這些複雜的機械構造 它都可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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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